一批人下午在尖沙咀聚集和走出马路 警员放催泪弹和出动水炮车驱散 部分人四散去到红磡、土瓜环等地方破坏 当中有一个小孩也有跟黑衣人同行参与 下午大概三点半 大批原本在尖沙咀梭士巴黎花园聚集的人 走出梭士巴黎道和尼敦道 防暴警察分别举蓝旗和黑旗 警告他们是非法集结 之后用胡椒噴劑驱散 警察企图制服一个男人 多人上前阻止 警方揮动警棍 有人向警员扔车和起脚 由勇姐攻击警员 警方投扔催泪弹 多个没戴上防毒面罩的警察也撤离 有人不舒服 警方在发射多发催泪弹布袋弹 一边后退至梭士巴黎道 另一批防暴警察向洪瀚方向推进 私放催泪弹和开防暴枪 多个穿黑色衣服的人 将两排活动拉闸 横放在梭士巴黎道倒路 警员将闸移走 路面重开 在汉口道和北京道交界 也有蒙面人设路障 路障拆完又摆 来来回回拆了三次 聚集的人是不满警方一个星期之前 用颜色水剂喷向九龙清真纸 又质疑含有化学毒素 要求警方立即停用 大批防暴警察在清真寺一大戒备 直升机在上空监察 到近下午五点 警员在尖沙咀警处附近 截查部分穿黑色衣服的人 售出士巴黎和索带等 在较早大概三点半 警方已经压戒了几个人回尖沙咀警处 有人被锁上手球 叫晚六点几水炮车洗到尖沙咀重庆大厦 沿尼敦道射水驱散 另一批黑衣人就由尖沙咀转到红磡 一个小孩跟他们一起 扔东西进连锁咖啡店星巴克 他们又在港铁黄布站外的德文街设路障 部份人拿着长棍遮和行山杖 那个小孩戴着口罩和戴上手套 有人吹哨子之后 黑衣人四散 这怎样 文章 以及 吴 一 我